《新闻公司》 今次其实为何搞那么多事, 其实就是方便他拉, 看他们的现场执法那里, 差不多就是看他心情, 刚才记协主席也有讲到, 我们这个措施是方便拉人, 甚至我们拘捕是看心情, 这完全是错的, 因为其实我们执法, 如果要做拘捕时, 是不会理会那个人的背景, 你是否一个传媒代表, 跟你是否违法是两件事, 就算你是一个记者, 如果你有违法行为, 那也要执法的嘛。 相当大程度, 其实就是收责, 限制了哪些人可以在那里采访, 就算有没有这个传媒代表的定义, 其实都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, 影响到的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一些协助的时间, 我们始终都要有界线, 那些封锁区一般的市民是不能进去的, 但是我们有时是很需要的话, 希望都给到便利一些传媒的时间, 我们希望进一步给他看近些, 或者给他里面有些记者区的时间, 才会牵涉到到底我们是给哪些呢, 现行的在政府我们就有新闻署一个新闻发布系统, 当中我想大家可能听众未必知道, 其实有超过二百间的传媒机构, 二百零五间, 对了二百零五间, 所以其实它里面也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媒体, 比如有一个比较下观的第三方标准的时间, 如果我们翌日真的要做一些特别便利媒体的安排时间, 就可以去参考, 就不需要说由你的警察自己说不是很透明度。